大家好,我是丹尽丹达 欢迎收看丹达独斗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上一集我们学过了疫苗,疫情的藏语 这一集我们来学治疗和医护人员相关的藏语 治疗,医疗,藏语叫做menge menge,men是药,ge是修正,丁正的意思 menge,就是透过药物来修正,改善治愈我们的疾病 所以menge,就是治疗,menge 那做治疗我们可以说menge,ge,ge就是做 所以menge,ge就是做治疗 这些人都在做的这些人都在谈判 在以后,你会拥有的生病 你会拥有的生病 在这些人都在做的 我这些人都在做的 有些人都在做的 在这些人都做了 在这些人都在做的 这些人都在做的 在这些人都在做的 不过,我知道会有的 我去做的 也在这些人都在做的 那讲到治疗 我们要求助于医护人员 医生的藏语叫做 面巴 面是药 巴是人物 所以面巴就是使用药物来治疗病人的人 所以面巴就是医生 那医生在藏语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 哈戒 哈戒 哈字面上是神 但这边的哈呢 指的是国王 杰呢 是领袖 首领 王者的意思 所以哈戒字面的意思就是国王的领袖 国王的首领 哈戒这个词是藏王 赤松 帝尊赐给医生的封号 因为医生的救死扶伤 很多时候把病人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 如同赐予病人新的生命 因此对社会的贡献非常的大 恩德非常的大 即使是贵为一国之君的国王 当国王生病的时候也必须要求助于医生 听从医生的指示 接受治疗 遵循医生的嘱咐 所以呢 哈戒 国王之首领 国王的领袖 指的就是医生 哈戒 哈戒 那这边呢 来学一下药师佛的藏语 药师佛藏语叫做 麦拉 麦拉 麦呢 是要 拉呢 是拉妈 上师 所以 麦拉就是药师佛 那护理师 藏语呢 叫做 麦 修复吧 麦呢 指的是刚才的医生 麦拉 麦拉 修复指的是修复书 这个词我们之前有学过 是服务的意思 所以 麦拉 修复吧呢 指的是协助医生 提供治疗 医疗服务给病人的人 所以 麦拉 修复吧就是护理师 麦拉 修复吧 病人 藏语叫做 麦拉 麦拉 修复吧呢 指的是疾病 麦拉 修复吧呢 是人 所以 麦拉 修复指的就是罹患疾病 生病的人 麦拉 修复就是病人 那不管是请看护或者是家人 朋友 陪伴在病人旁边照顾病人的人 我们可以说 麦拉 修复 麦拉 修复呢 是指 麦拉 病人 修复呢 字面上是仆人 所以 麦 修复就是听后病人差遣 在病人旁边照顾病人 任病人差遣的人 所以 麦 修复就是照顾病人的人 在复习之前呢 丹大在这边要感谢每一位医护人员 谢谢你们治疗 照顾我们 并且在疫情严峻时期 站在第一线守护着大家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希望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 保护自己 遵守防疫规定 并且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尊重 鼓励 好好的加油打气 愿我们一起能够携手度过这一波疫情 一起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您建计 keeping bet people on 在叿史上 没有生气 您建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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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分钟藏语教室 下一集我们来学中药、西药、藏药不同的药物 以及手术、针灸、打针等不同的治疗方式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